这位婶子要点啥 是想锅锅铲子 还是做活用的东西 咱们这东西全的海 都在这摆着的 您看看有没有何心意的 不是要买这些平常用的铁器 是想定做一点东西 样式不算难 东西也不算大 就是不知道这能不能做 看你是想做啥 只要不是刀枪啥的 大部分都能做 哪里是那种打打杀杀的东西啊 就是做个模具 平日里做点心用的 样子我都画好了 尺寸啥的 上头标注的也清楚 你看看能不能做呀 小伙计接了过去 端详了许久 接着挠了挠头 那婶子先等会儿 我拿着锯后头炉子呢 让师父瞧一瞧 成 苏木兰应下 小伙计拿着图纸 静止去了后院 拿给正光者膀子 拉着风箱的掌柜看 打了 将铁头看了看 炉子里头 烧着的已经泛红的铁块 让另外一个伙计照看着 扯着脖子上头的金子 擦了一把汗 外头来了个绳子 想按着图样打点东西 我瞧不懂 就过来让掌柜的 您看一下 看看这东西能不能做 将铁头拿着纸 看了好一会儿 眉头都拧了起来 伸手挠了挠后脑勺 这东西看着有点奇怪啊 不知道是啥呀 江铁头听了小伙计的话 嗡了一声 拿着图纸往外头走 看到苏木兰跟白水柳魔女两个 便迎了上去 我是这铁枪炉的掌柜 都叫我一声江铁头 江掌柜好 劳烦江掌柜看一看 这东西能不能给我打上一副 看这样式倒是不复杂 只是这东西能不能跟我说说是干啥用的 倒也不是我人多是好打听 只是眼下朝廷管得紧 我这铁浆炉也得多个心眼 得知道是干啥使的 你看你要做这么大一块铁皮子 还要包个边的 江掌柜误会了 我这个呀是做个托盘 托盘 嗯 这个托盘 这些圆的是模具 我家里头修了个烤炉 想着烤些点心来的 便想着用这托盘放到烤炉里头 干净好拿 这些模子往上一放 做出来的点心大小也都一样 到时候卖相好一些嘛 我家就住在白家村 平日里也时常到集市上卖些吃食 许多人都认得的 江掌柜要是不放心的话 寻人来打听一下就好 苏木兰理解对方的谨慎小心 笑道